4月23号 周六晚8点半 《为歌而战》第二季将迎来第三期 蔡国庆 孙楠 黑豹乐队 张涵韵现场 聚集了实力派歌手和新圣代音乐人 《为歌而战》第二季第三期节目 蔡国庆此次将会改编抖音热歌《I love you》 拥有不老传奇之称的蔡老师 将会把这首小甜歌唱出怎样的感觉呢 有没有可能现场再听到蔡老师送祝福呢 非常期待了 孙楠在《为歌而战》第一季时 就用一首善变 让网友看到了专业歌手的改编能力 而这一季他再次来到《为歌而战》的舞台 将会率先带来新歌声声不息 感觉会是一首宏大的作品 期待他的演绎 喜欢摇滚的朋友们耳朵有福了 黑豹乐队带着重启来了 看过这首歌舞台的朋友们都知道 感染力非常的强 那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新鲜演绎呢 一起期待一下 除此之外 张涵韵将会改编抖音热歌《与爱》 对于大多数90后来说 这首歌代表着青春的记忆 张涵韵甜美的长相与嗓音 和这首歌的契合度还是很高的 想看一个绝美舞台 可能大多数人对张新尧的印象 都是从跳舞开始的 但这一次他将来为歌而战的舞台上 带来抖音热歌《好久不见》 会不会等到一个他的唱跳舞台呢 而另一位抖音音乐人Lambert 将和阿达娃再度合作 此前两人的舞台表演 就让不少网友直呼很搭 此次联合带来新歌《爱情把戏》 阿达娃的性感扫音搭配Lambert的低音rap 一定会点燃全场吧 令人惊喜的是 大张伟将作为爱乐挚友 带来自己的新歌逆歌的首舞台 根据大老师一贯的风格 相信会是一首很热闹的歌曲 而且有行走的京剧King之称的大张伟 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点评呢 但可以确定的是 有大老师在的节目一定会笑声不断 作为一档打歌类音宗 为歌而战第二季 一经播出就从爱乐歌手阵容 歌手舞台 百赞团和爆赞团等角度 收获网友不少关注度 在节目内容层面 前两期成就了不少出圈打歌舞台 杨宗伟的《我想要》 雷家的《清澈的爱》 袁雅维的《靠近》等 都让网友连连感慨 节目歌曲和舞台的质感上升了